陈祥聊妹神迹曝光!邱与陈静说。 陈祥,钟,上节目宣传新戏!图巴大提供!2018年4月15日。 艺人陈祥在16日晚间6点播出的八大节目《娱乐百分百》宣传新戏,好友邱与陈和陈大天以麻吉的身份到场力挺。 在新作品饰演学霸的陈祥,被爆料私下和戏中角色一样会聊妹,还会在朋友聚会唱歌时,模仿无客群MV中的经典桥段大秀肌肉。 邱与陈和好友被外界务劫指挥聊妹,特别解释聊妹的状况通常是陈祥喝了一点小酒,心情放松的时候。 他还透露有一次陈祥心情大好,直接在KTV里嗨到脱衣,跪在地上捶胸,申请演唱无客群的招牌歌曲。 没关系,陈大天笑说,后来朋友们都会指定陈祥表演这段,甚至还会问,我可以来看陈祥的,没关系,吗?很有趣。 此话一出笑翻全场。 在新作品试演学霸的陈祥,又,被爆料私下和戏中角色一样会聊妹。 图巴大提供。 2018年4月15日。 陈祥则不甘示弱,带住机会猛亏麻吉,听到邱宇晨向制作单位喊话,希望可以多找一些女生来跟我主持。 陈祥立即补枪,可以找你烹讯软体里的那些朋友来搭档主持吗? 被扯后退的邱宇晨只能尴尬苦笑。